在带您看到的是花蓮县一名45岁的沈姓街友 6号晚间喝酒后经过某超伤前 疑似不满遭到郑姓街友呛响 竟拿出了水果刀朝对方的喉咙攻击后逃逸 而警方启动围捕 半小时后将他逮捕 并依杀人未遂冲伴 而遭伤的街友是送医无碍 遭伤脖子 让他脖子被划到 然后我去帮他压一下 好 他血流点多了 走 刀伤刀伤 救护人员赶往现场发现伤者倒卧血破 紧急处置后送医 救护车10万火急将伤者送往医院 急救后没有生命危险 聊好晚间8点多警方获报 华联市区一家超伤前发生伤人案件 远警到场时直接到伤者躺在地上 大片血迹实在吓人 这个受伤的这个先骂人 然后另外那个就不高兴 另外那个就是常来的 我说他是白天来的 白天来的都是来我们这边买米酒的 凶险行凶后早已逃离现场 浑然不知早已被监视器拍下 附近民众说两人都是街友 也是超商常客 黄塘下肚引爆口角争执 其中一人情绪失控 力气伤人 两名友人饮酒后引发口角冲突 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持水果刀攻击被害人颈部 造成喉咙撕裂伤大量出血 经送医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 急忙寻现半个小时后 在花莲市区将半嫌给逮捕 全身散发浓浓酒味 酒测值高达1.56 讯后一杀人未遂罪嫌 移送法办该负刑责逃不了 记者综合报道